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少次轮回 难舍他的情深 几万里坎坷 须及向前力量 我看见长江夹着高山奔房 千万条云赫花在天上 我听见黄河抱着中原激荡 星天又看醉仙族烟花 不要问我为何漂泊一下 有谁的地方是假的方向 不要问我到过多少地方 沿着河走教室走在故乡 不要问我为何漂泊一下 遥远的乡丑留在逃生波广 不要问我走过多少地方 每一朵浪花都是梦想飞扬 远方的家江河万里形设置所 开始在浇江水系列行程 浇江是中国浙江省独流入海的河流 河流总长206公里 总流于面积5711平方公里 它发源于浙江省仙居县 与靳云县交界的阔仓山下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江河万里形设置所 这一站来到的是浙江省的仙居县 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 为了就是探讯身边的这条小溪 它的名字叫做永安溪 就发源于仙居县的安领乡 虽然水面并不宽阔 但是看我身后的那个小破坡 你应该就能感受得到 当中水流还是很湍急的 永安溪就静静地流淌在山谷之间 而走在岸边的时候 你可以毫不费力地 就看到水里的各色石头 所以说这儿的水质用肉眼直观看起来 还是非常的好的 而永安溪也是浇江的源头之一 我们也从这里开始我们浇江水系的行程 永安溪是浇江的源头之一 自西想东横贯仙居盆地 沿途有四十多条支流 自南北两侧汇路 流云名积2704平方公里 被称为仙居县的母亲河 摄志祖来到的仙居县安岭乡 正是永安溪的源头所在 摄志祖沿永安溪顺流而下 来到石盛村 永安溪就是从安岭发源的 那这条河流流经的第一个村子 是你们村吗 第一个村 我们是第二个村 第一个村是夏流村 所以这边是第二个村庄 对 那像这附近大家都是种茶为生 以种茶吧 无名的 以靠山嘛 我们这边的时候再参靠山嘛 然后一山帮手嘛 就是别的没有那个农夫产品 就是以种茶一样 亚加那个就是来的经济来源 主要的经济来源 其实我走进这个小村子的感觉 是觉得特别的安静 因为耳边基本上全是这个永安溪水 一接一接流下去 水流撞击的声音 那像现在这个水 是算水大的时候 还是水小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 像这个时候是水最小的时候 水最小的时候 我们的向导叶鹏飞 就是石舍村村民 他告诉我们 安岭乡有23个村子 基本都是沿着永安溪建立 九山半水半分田 就是安岭的特点 摄志祖来到的时候 孙子里都十分安静 因为大家都在山上忙着采茶 我们在叶鹏飞的带领下 也来到茶山上 真是到了采茶的季节了 你看我身边 好多大姐们都戴着这个大眼的帽子 他们应该是在这忙了很长时间了 如果要是真的是 到了这个采摘的季节 每天可能很早就要到山上来了 基本上六点钟就到这三 六点钟 到晚上在黑的时候 七点六点半钟六合 所以是不在太阳大的时候 就在山上采茶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站在茶树上 你看茶树前面你就会发现 整个叶子的状态也不一样 因为它会分成两种颜色 一种是嫩绿一点的 一种就是深绿一点的大叶子了 大姐 我看你这个手特别快 我们说话的时候一直哈着腰在这边采 现在是采这个茶叶的哪一部分 我们这个那个嫩茶 现在还是七米切的茶 这是最好的茶 最好的茶 就是这样的就可以把它采摘下来 对对 那最标准的呢 怎么去评判呢 因为它现在这个嫩芽 那个叶子还没散开 如果叶子散开了 那个茶就已经说明 炸得太大了一点 所以你看中间这个还是包裹起来的 对对对 然后旁边两片虽然展开 但是很嫩 它是特别浅的这种绿色 你再看旁边这种老一点的茶叶 你跟它颜色一对比 那这个太大了 像这种就属于大的了 特别的明显 这两个放在一起 但是你看我手上的这个都是细长细长 而且每一片这个叶子的长度也比较短 安岭香有茶园六千多亩 主要种植的茶树 是浙江的本地品种 鳩坑种 这种茶气味清香 适宜制作绿茶 尤其以清明前后采制的树芽品质最好 设置所到来的时候 村民们都争分夺秒的在山上忙碌着 你看大姐的手特别特别快 所以你看 这满满两小篓的茶叶 一下子就采满了 您家自己种茶吗 对 种茶 种了 种在什么地方你们家的茶 我们茶田里也有 反正山上也有很多 总共多少亩啊 我家的茶叶我不知道多少 反正有很多 几个山头吧 几个山头 然后我家很宽很宽 有三四个山头 三四个山头都是你 那上面那个田那里上去都是我的 像你们是卖这个鲜叶呀 还是卖炒好的茶叶 鲜叶的有时候买 现在是都是自己收过来自己做 单送去买蒸 那家里面有人会炒茶吗 会 我老公昨天收了一百多斤 昨天晚上炒 甜蜜 就是今天早上还在做 哎呀 其实很辛苦的 对 这位大姐名叫潘彩虹 是安岭乡四连寸的村民 她对我们讲 安岭的茶山一般海拔在四百五十米上下 适合种植揪坑中 村民们称为土茶 当地人不仅种茶种得好 还有许多炒茶高手 她的丈夫就是其中之一 征得潘彩虹的同意 我们跟随她来到家里 两个月 基本忙过去 哎呦 这机器都运转着呢 这是什么呢 啊 您好 您好 大哥 忙着呢 这就是正在炒茶是吗 这其实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 这个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的外样一点点 就是差不多这么 它只能一把 哦 这个是第二次 第二次再多一点来吃 第二次 看我们从山上带来的茶 哈哈哈哈 这个还带起来很好 来 这个还不错 叶军强对我们讲 安陵的绿茶虽说名气不大 但销鲁还是不错的 市场价格在每公斤 三十元到三百五十元不等 一年可以炒出上千斤 价格的差别 一方面取决于鲜叶的品相 炒茶功夫的高价 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那上带你怎么来判断 这个锅里面的茶 都炒得差不多了 我们这个是硬的 也是硬的 画在锅里面也是很软的 摸下来嘛 它很软绵绵的 很软的 哦 它比较 不是那种脆脆的 那种肝 这种的你看 还有锅里也是很硬的 这种硬的 这种硬的 嗯 它出来的其实很硬的 出来就很硬了 很爬很硬的 还真的是 第一是你手感上摸起来比较滑 然后呢 它的感觉好像有点定型了 因为我三个就是一掐 你就能看出来 它的这个弹性度不如以前好 就是生命水分脱离的多了 所以 所以其实即便你是用这个茶几来炒茶 还是需要一个人在这来看着火候是吗 对 叶军强告诉我们 现在村子里大部分都采用半手工的方式炒茶 即便如此 炒的好的森林 大部分都有着手工炒茶的基础 在安岭制作绿茶 一共需要炒制两次 烘干一次 既要炒干水分 又要将形状固定的平整光滑 哇 这个往下倾倒的过程当中 跟下茶叶语一样 然后香味一直在往我们脸上扑 这一锅其实也不多呀 其实只有一斤都越差越 一斤多少 我能把它拿出来看看吗 拿出来 我能把它拿出来 这也是 您是怎么去判断它就好了呢 那这个很干的 光度也有了吗 嗯 光泽度 这个很干 还有下味的 下味很大的 浓度很大的 嗯 的确是这样 而且现在就是刚才我有明显的感觉 就是 当它炒干以后 你想伸手抓起来一把 都不太好抓 因为很滑 抓茶叶呢 就肯定要这样的 这样抓的 要按照它的这个 这样抓就不行了 会把它抓碎 就一定要按照它这个 排列起来的样子 然后轻轻地抓一把 在安林乡 种茶炒茶 是村民们最主要的工作 平均每年全项的绿茶产量 达到一百吨 产值超过一千万元 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 百分之二十亿以上 就在当天下午 乡里就要举办一次 豆茶大会 叶军强就是四连村的选手之一 他对我们讲 他曾经获得过 豆茶比赛的第二名 设置组跟随他 来到豆茶大会的现场 2015年安林新茶开始产生了 为了提高安林茶叶的知名度和茶叶品质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 2015年安林乡豆茶大会 你看我们来的时候 观众已经坐在下面 而且上面已经开始炒起茶来了 所以其实大家参与这个豆茶大赛的热情还是挺高的 我看了一下后面有几个代表队 一会咱们上去看看他们是怎么炒茶的 村民们向我们介绍 豆茶大会要综合评比金茶的颜色 形状 气味以及口味等都将指标 所以可以获得这次比赛的荣誉 还是挺不动意的 左先生 您是哪个代表队的呀 我是上次荣誉专业很少去设代表队 合作社的是吗 对 您这个茶叶下锅多长时间了 两三分钟了 两三分钟啊 说实话我现在在这儿就是这个老先生手一抖的时候 有点闻到茶香了 很清香 但是这个茶叶刚下去的时候呢 因为要达到杀青的目的 是它的夜温升到80度以上 那么要轻一点 不能先压 要把茶子压出来 那么等到那个清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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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了以后 还可以重点压下去 然后再把茶叶压别 造成达到那个别平工法的目的 哦 你看现在这个手法跟刚刚我们过来的时候就稍微有点不同了 刚才是手压在茶叶上 然后再提起来 现在要让它在整个锅里面散开 是手压着让它均匀的受到锅边的热量 而且我不说话 你来听这个声音啊 有没有听到就像是水珠在锅上受热慢慢蒸发的那种声音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茶叶当中水分慢慢就出来了是吗 绿茶的潮汁 简单可以分为杀青 柔黏和干燥三个步骤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第一道工序 杀青 随着水分的蒸发 鲜叶中具有清草气的低沸点芳香物质挥发消失 使茶叶的香气得到改善 经过一段时间的炒制 很多村民的绿茶已经制作出来 这一共炒了有多长时间前前后后 我啊 总共这锅茶炒了有多长时间 总共炒了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啊 现在筛的差不多能倒出来给我们看看吗 本来这个太小了 除了太小了 肉的话好快扣的 要第二别攻速的 哦 所以就如果要是应该第二锅回锅的时候 应该还是多一些 我们看看这个茶叶 怎么样让您觉得今天炒的 我觉得 像您炒茶炒了有多长时间了 我炒茶 炒茶炒了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 村民对我们讲 敢上台炒茶的 都是有着十年以上功夫的老手艺人 虽然现在家里大多使用机器做茶 但是手工制茶的手艺 大家都没有荒废 我们拍摄过的叶军墙 也把茶炒好了 怎么样呀 你对你今天炒这个茶 满意吗 不满意 哦不满意 为什么 这个茶叶 这个茶叶 其实炒少了 你看它这个 本来是第一次呢 还要有点暖的 再过几个小时 要过几个小时 起码要五六个这么多 抓上去很滑的 那个用手感搞出来 比这个机器还滑 手中比那个机器搞起来 重很多的 手感不一样 但其实我刚才几个锅走下来 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茶还不错 但其实大哥对自己要求很高 也想要达到完完全全 手工炒茶那种感觉 可能需要的时间 会更长 叶君强对我们讲 事实上 豆茶比赛的流程 与实际炒茶还是有所不同 一方面是因为 限制了炒茶的时间 没有几个小时的晾晒过程 另一方面 第二次回锅的茶叶量需要大 而比赛也限制了数量 即便如此 豆茶比赛 还是可以大体看出 炒茶者的功力 我觉得今天整个豆茶大赛 最紧张的时刻要来到了 因为现在你看七份茶已经摆在眼前了 评委们在这儿 然后我们身后是所有参与炒茶的选手 大家也在这儿等着 你们现在还能认出来哪份茶是你们的吗 认得出来 你一眼就看得出来 我们再搞回 怎么搞都认得到 所以这个就是编号是给我们来辨别的 但其实你们一眼就看得出来 就知道了 那咱们就现在就开始品评一下 比一比吧 怎么样各位评委 谢谢看 每一盘都看一看 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比的是什么 就是看外形 看外形 什么样的外形会好一些 就是看上去扁平公华的 在长短差不多的 就是比较圆旗的 那就颜色比较那个绿 又比较看上去比较润的 炒茶大赛的评委 由先驱茶叶公司的茶叶禁定专家组成 为了公平客观 评选过程将每队选手的茶叶进行编好 现在是观型阶段 满分十分 这个不算好 这个最好 这个名程度跟评浮度也还可以 这个也还不错 评委吴国荣对我们讲 绿茶的品质是由形 色 味香四个因素构成 就形状而言 色泽匀整 嫩度高 调索紧实 粗细一致 碎末茶少的是上层的绿茶茶叶 在气味上 具有清香 兰花香 或者薯板丽香等香气都是好茶 优质的茶叶更是香气高 气味正 这些都难以量化测量 靠的就是评委对绿茶的理解与经验 最重要的环节是最后的品茶 我觉得看他们品茶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 他们在品茶的时候 跟我们喝茶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 好像有一个茶汤在嘴巴里面 然后去回味的这样一个过程 他们要让整个香气 那个茶汤在嘴巴里挡转 然后拿那个舌头充分地和茶汤接触 品尝到这个味道 所以其实他们要有一个特别灵敏的鼻子 还要有一个特别灵敏的舌头 不然的话 其实很难区分这当中的细微的差别 一般认为 绿茶茶汤浓醇爽口 属于上等绿茶 如果平淡色口 多为粗老绿茶 真正的优质绿茶 一是舌根回味甘甜 满口生津 二是齿匣回味甘醇 三是喉底回味甘爽 经过细致的评测 结果已经出炉 经过紧张的角逐以后 获得最高峰的是四连代表的三十五分 好 好 好 害羞啊 说了半天人还没反应过来 有这个预料吗 预料到你今天拿第一 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因为我刚刚问你的时候 觉得茶茶茶怎么样 今天还不是特别满意 特别满意 那拿了这个奖 现在什么感觉 很好 跟我们分享分享 这么多的村子出了这个代表来参加比赛呢 拿了第一也不容易呀 这个今天不是好的 第一也不是好 这还不是你最好的手艺 所以等到下一届大赛的时候 还要来参加吗 可以 参加是肯定要来的 到那个时候可能会比今天的这个手艺炒出来的更好 差不多吧 但是我们还是要祝贺叶大哥 祝贺你 好 好 获奖后的叶军强非常激动 他对我们说 安岭湘的炒茶高手很多 尤其是一些老茶奴 他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得茶王的称号 现在正是茶奴们最忙碌的时候 参加完豆茶大会 大家都要急忙赶回家炒茶 也许又要忙上一个整夜 春季到杨鹏头村赏桃花 花丛中有什么新发现 你看这里还有个桃姜 这是什么东西 桃姜 桃姜 走进普通农家 平常一碗桃姜 有点像凳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这样晃一晃 大家就能感觉到这种质感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江河万岭行第261集 青山绿水间的田园风光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江河万岭行设置组 继续在永安系的行程 永安系自西向东 贯穿仙居县境内 按照计划 设置组将从安岭乡舍牛而下 拍摄仙居县城 就在赶往县城的过程中 我们得知 位于县城下游的夏个镇 杨鹏头村 正在举办一场桃花节 为了领略桃花盛开的热闹 设置组先来到杨鹏头村 看到这么多美丽的花啊 春天的气息一下子就浓郁起来了 小的时候 我总觉得一到春天 就像在夜晚有一位大画家 奔忙各处 可是在途经的每一处 都不忘留下斑斓的色彩 一年四季当中 色彩最丰富的时节 也都悄悄地来到了身边 就像是现在 枝头有着娇艳的桃花 树梢有着翠绿的嫩叶 这里呢就是杨鹏头村 用一句诗来形容这儿的美景 是最适合不过了 桃花流水 咬然去 别有天地 悲人间 那现在就让我们去踏青赏花 杨鹏头村距离仙居建成20公里 现在有村民630户 2232人 这个小村子一山傍水 有耕地970亩 山林6000多亩 果园2500多亩 三面环山 像一片市外桃源 这么大的桃花丛 要想逛个明白 还得有个领路人 所以我们也找到了 杨鹏头村的一位村民 程大哥您好 您好 您自己家的桃林 就在这一块 对 就在这附近 整个面积有多大 1200多亩 1200多亩 要是咱们今天要在这儿 把它看遍的话 得花多长时间 要花好几个小时了 您自己在这儿 种桃树有多长时间了 十几年了 十几年 家里面有多大的面积 我家里就有三四亩 三四亩还是三四亩 三亩多 他说 那要是换成棵的话 得有多少呀 大约棵是150棵 长植苗对我们讲 杨鹏头村是浙江省 有名的水果产地 村民们大度以种植水果为生 一年的人均纯收入 达到一万两千元 在夏戈镇各村中 其实不光种桃子 还有其他各种的水果 像枇杷 那个樱桃 阳梅 像我们这种村子都挺多的 你这么一说 一个村子里面 这就得有四种水果 所以其实等这个桃花卸了 然后慢慢开始成熟的时候 然后其实果祭就到来了 对 成植苗告诉我们 这是他们第一年 几番桃花节 以前一般都在采摘的世界 有很多外地人到来 没想到 赏花时 游人也会这样落一步去 许多摄影爱好者 也趁周末远道而来 像你们是怎么知道 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花的 这个好像是 开车人都知道的 应该是都知道的 为什么呀 因为它网上水水了很多的 反正是现在是 那个微信群里都发了 发了很多的 一下就知道了 对对 所以其实也不必说 就是说非是因为 这举办一个桃花节 你们才到这 其实花开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被吸引来了 对对 只要是你给它一点阳光 给它下场雨 它就是这个是桃花 就是说花就开了 来羊鹏头赏花的游客 大部分来自温州和杭州 程之苗对我们说 浙江人都爱吃 他们村的羊梅和桃子 村子很有名气 所以搞什么活动 参加的人都特别多 我看这所有的桃花 好像都是一样的颜色 是这种桃粉色的 这全是一种品种 对 这是个什么品种 就是说我们这里桃子 蜜鹿 蜜鹿桃 很嫩的是吧 其他水果好像吃的时候 有榨的什么的 像我们这个水果 我明白了 就是如果要是能尝到 这个桃子的话 应该是很细滑的那种口感 对对对对 那像这样的一串的 长在一起 是好是不好呀 那也不太好 到时候我们农货 比如说像这个鸡条 嗯 那果子结的多的话 把这个那个多的 那个营养分不高的话 那个桃子呢 把它甩掉 哦 那个壮的那个桃 给它生下来 那个结果 那像现在这样一串桃花 都开在这儿 是一朵桃花 就有一颗桃子吗 对就有一颗桃子 蜜鹿桃 是水蜜桃地种 一般定植后三年 开始结果五年盛产 年临产量可达 五十到七十五公斤 有经验的农民 通过看花朵的鲜眼程度 和是否结实 就可以判断出 这一年的质量和产量如何 虽然施质组到来时 没能赶上桃株挂果 但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桃姜呢 这是什么东西 桃姜 桃姜 对 能碰吗 能碰的 像我们这里的人 经常采的 这个看起来 晶莹剔透的 但是现在摸上去 就是表面是干的 你用力这样按一下 你看 很软的 你看你才能看到 好像里面 还是有点 就是像是软软的 那种感觉 在桃树树盖上的裂口 会有树胶浸出 结晶后凝固 被村民们称为桃姜 也叫桃姜 或者桃宁 城之苗告诉我们 桃姜性微寒 村民们食用 不仅清凉细火 营养价值也很高 瞧瞧 这会儿拿在手里了 它除了就是里面粘了 可能上面粘了一点 这个树皮 像我们采下去 从家里 还要仔细地搞 把那个杀物 把子 水不去掉 另外还杀钢 杀上之后还能藏得住 所以其实这个采下来之后 还要再放到太阳下面去晒 桃姜多建于中国南方 成琥珀色 半透明 在中国古代是一味药材 本经逢源记载 桃树上交 最通坚业 能治血林 石林 也就是活血利尿 城之苗对我们说 村子里家家户户 都会晒桃姜 煮桃姜 在他的带领下 我们从桃源走出 前往村民居住的区域 还是在这个里边舒服 这个走过来是一道这个 好像一路上 都是这个石头铺的地 对 这是以前的路吗 以前的路 这是挺旺盛的这条路 说是我们这里说是关道 关道 对 但是我看其实并不宽呀 以前的路像 我们好像系列是 那国道系一样的 嗯 真的只能是这么宽 那像这条小路是沟通 从哪里到哪里的 主要主路是 我们浙江的温州 哦 到我们浙江的杭州 就要走这里 对 这样的主要通道 阳鹏头村有近两千年的历史 自古就是沟通杭州和温州的重要节点 如今村子里依旧污涉燃 有些村民居住的依然是古建筑 这是一个老院子 对 这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有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了 对 哇 这里从上面 降下来有五兄弟 五兄弟 家人都住在这 城池苗对我们说 我们进来的这个院子 是浙江主人 祖上传下来的房子 如今有五兄弟居住 他带领我们来到其中一间 浙江的阿婆 正在住桃江 现在就放进去了 你们看 这个桃江看起来就跟我们在树上看的不一样了 阿婆 我能看一下吗 好 不是 看一下看一下 你看 现在你能看吗 它是完全晶莹剔透 有点像冻的那种感觉 然后 我只要晃一晃 大家就能感觉到这种质感 但是你要泡多久呢 请泡 花一个小时 泡一个小时 它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你们自己没事也煮来吃 要煮来吃 经常在 经常煮来吃 82岁的成秋娥是地道的羊鹏头村人 他对我们说 从他小的时候 家里的人就会煮桃江吃 现在 只要是有客人来 村里人都会用桃江作为饮料代客 好甜啊 好吃 爷爷奶奶一看都是很喜欢吃这个 你知道吗 就是它的这个口感 真的是像果冻一样 其实你要是 细长 好像桃椒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完全这个味道靠的是冰糖在里面 但是它这个熬煮过后呢 好像把这个椒给熬出来了 所以你喝到的这个汤 整个它是稠稠的 在嘴巴里面又有这种很滑的口感 又有这种果冻很细嫩的口感 那你们平时吃就是这样吃的 把它放点冰糖 然后多熬一会儿 把这个椒熬出来 熬制好的桃江通透经营 口感独特 甜而不腻 成秋娥对我们说 桃江最适合春夏世界饮用 可以清热去火 美容养颜 他们老夫妻俩就经常喝 有甜也在 有甜滋味 其实我有点听不懂 但是能猜出来就感觉好像爷爷奶奶很爱吃 爷爷爱吃吗 喜欢吃吗 这个好不好吃 好吃好吃 好吃 平时是奶奶烧给你吃 尽管由于方言原因 与记者沟通不是很顺畅 成秋娥还是十分健谈 她对我们讲 她17岁就嫁给了成红刀 一直生活在这间房子里 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 这怎么两个人都换衣服了呀 要去哪 拍照片 要拍照片 谁喊你们拍照片呀 今天你们俩本来也要去拍照吗 在什么地方拍 在什么地方 就在旁边 我们能不能跟去看看呀 跟去看看 这两个人都换上好看的衣服 走跟你去看看 我两个可以拍吧 走我也跟你们拍拍 成秋娥告诉我们 奢侈组到来的这一天下午 村子里组织金婚的老人赵和颖 他们夫妻俩这就要过去 哦 大家都在这拍 在长寿之江参加老人们的聚会 70多岁老人家 也是结婚50多年了 一对对金婚夫妇如何相守白头 那家里面大事听谁的 我等过 远峰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江河万里行 第261集 青山绿水间的田园风光 正在播出 日组继续在 阳棚头寸的行程 跟随着这对老夫妻 设置组来到村子里的 城市祠堂 朱立市村子里老年人经常活动休闲的地方 看看没有 大家都排着队 我看好像来的都是老夫妻 你们也得排队去照相 好 这有多少队在这儿啊 今天有50多队啊 50多队 全是你们自己村子里的啊 对对对 那为什么要今天给他们照相啊 因为现在我们逢那个每年的清明学后 我们村子要主动一次 那么老人进婚 你那个钻石婚 每次都有个印象 我拍个照 要拍个照是吗 爷爷奶奶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结婚昨天 50多年 60多年 60多年了 天哪 这不说还真是看不出来 钻石婚了 应该算是 你几岁嫁给爷爷的 17 17岁就嫁给爷爷了 这儿的爷爷奶奶 其实都是这样的故事 那你们排队啊 我们上前面看看他们照相啊 咱们往前走 你看这地方大家都在等着 然后这边就开始拍照了 看 可漂亮了 红色的这个背景 然后大家还拿着这个大红花在胸前 杨鹏头村是一个长寿村 村子里有90岁以上的老人四位 80到90岁的老人62位 70到80岁的有106位 其中还有五户四十同堂的家庭 这些老人大部分都来到现场 你多大岁数了 85岁了 85岁了 爷爷呢 84岁 这对夫妻是奶奶的年纪大一点 我看你刚才照相的时候可高兴了 高兴 你今天是不是又找到结婚那个感觉了 那时候几岁嫁给爷爷的 几岁 你一二十二岁 我你一二十二岁 当时拍照片了没有 没有 没有拍照片 后来有没有补上了 城之苗对我们说 杨鹏头村一直是以农耕为主的村子 传承的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村民们承袭了先辈 父慈子孝 礼仪千让的民风 对老人们非常孝敬 之所以给老人们照相 一方面是让他们高兴高兴 另一方面也为儿女们留下一些影像资料 倡导笑老爱亲 您二位结婚多长时间了 结婚几年了 五十年 还得算算 年岁太多了 哪一年结的婚 五三年结的婚 五十三年了 五十三年了 那应该算是金婚夫妻 这是金婚的 你呢 奶奶 你呢 就是七十四 七十多岁了 人家也是结婚五十多年了 爷爷您呢 结婚多少年了 八十一岁了 那得结婚有六十年了吧 不是你确定 没有 你怎么结婚了 马上就要进入那个钻石峰了 马上进入钻石峰了 今年还是五十九年 是吧 零年这个时候再来就是六十年了 对 你看这边还有 奶奶 奶奶 您结婚多长时间了呀 五十三 也是五十多年 五十三 五十三年 羊鹏头村有钻石婚夫妇十二对 金婚夫妇三十四对 一年年过去 这些数字也一直在变 祠堂里的照片墙 记录着这些岁月的变迁 奶奶 奶奶 我看到你的变子变得好漂亮哦 好漂亮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我一家七十年 七十 七十二岁 十八岁就结婚了 我能问问您吗 您年轻时候结婚的时候 是不是也编着两条辫子呀 没有 那时候没 那时候什么头型 那会是短头吧 那今天怎么特意编着小辫子来 这个是鸡呢 这是鸡呢 这是鸡鸡 这是鸡鸡 一个小辫子 又漂亮 又好看 城之苗告诉我们 别看是简单的照相 村里的老人们都很重视 像过节日一样 会穿上比平时好看一点的衣服 也会打扮一番 岁月的风霜 虽然刻画在了他们的脸上 但更显得从容和幸福 我们拍摄过的 承秀娥夫妇 也加入了拍照的行列 拍完照片 我们与他俩聊聊 他们夫妻的相处之道 那你们两个人谁脾气急呀 谁的脾气急躁一些 他脾气坏的我脾气好的 他脾气坏点我脾气好些 爷爷 爷爷 你说 谁的脾气好呀 你说说 这家里面大事听谁的 我脾气好 该脾气不好的 行一遍 哦 毛高一点 那家里面大事听谁的 我等过 是这样吗 是不是的呀 不是这样 采访的过程充满欢乐 在言谈中我们感受到 承秋娥比较要强 而承红刀 有些内向 也比较宽容 老两口与女儿生活在一起 在村子里 看一个小卖店 生活过得挺好 这个不是很夸 已经本身多年了 已经八十多年了 那两个人在一块 这日子过得 过得舒心吗 还是舒心 嗯 过得一块 高不高兴呀 你们俩在一块 高兴 老两口告诉我们 几十年风风雨雨 争吵矛盾总是会有 但是彼此知道人让 学会理解 家里就会一直充满欢声笑语 笑一个啊 笑开来 哎 很好 笑一个 笑一个 好 好 来下一个 好 来下一个 好好 很好 很好 阿姨穿拿高一点点 对很好 远方的家江河万里形式这组继续在交江水系的行程 称竹法游览永安溪 一山傍水的仙居城哪里最为热闹 一条是我们的母亲和永安溪 一条是渔溪 那我们的城就像一条渔一样 品尝仙居最地道的小吃 仙居烧饼 总共不到一公分厚薄 但是馅料很足 重访仙居救援队 在崇山郡里间体验高空救援的惊险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江河万里形第262集 永安溪盘神仙居敬请期待